這是海巡隊艦艇首次有直升機降落演練 讓海巡日後執勤時任務可以更彈性 漁民也更有保障 海巡署為了顯示護漁決心進行海岸八號演練 選在高雄港一港口的西北方 現場七艘艦艇分裂成護漁隊型 要讓外人不敢輕舉妄動 而馬總統南下蒞臨觀禮時 談話多索期待勉勵 6號是宜蘭艦和高雄艦的成軍典禮 這兩艘3000噸級的艦艇 都是由台灣一手打造 不假守他人 船長119.4公尺 寬15.2公尺 最大吃水有6.7公尺深 最高航速24節續航力1萬海里 船上還有40和20機炮各一門 這次這兩艘3000噸級的巡方艦 它們是目前不但是動位最大 設備最新 也是性能最卓越的巡方艦 演習試統作戰 希望長久受到欺壓的台灣漁民 有了這兩艘重量級的生力軍 能夠真正受到保障 記者吳國鎮 SNG小組高雄報導